想再追問一下,所以你覺得林佳龍背叛了游錫坤嗎? 他所提出來的方案就很直接嘛 就是他們可以考慮支持三三嘛 那希望我們可以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嘛 那這種交換的條件我們無法接受 怎麼可能去支持新潮流的蔡其超 我真的覺得民主進步黨真的在做抹黑一條樓的操作真的太誇張了 那明明是他們的各路人嘛 跑去想要求見柯文哲主席 然後希望柯文哲主席 然後能夠跟民主進步黨合作 那結果在2月1號立法院院長選舉出來了以後 那民進黨就用他們御用的傳聲筒 在那邊丟一些莫名其妙的抹黑新聞 什麼柯文哲跑去找民進黨求官 然後柯文哲跑去找民進黨要如何又如何 是非真的可以這樣顛倒 話可以顛倒出來講 民進黨發言人結果 謊言被戳穿了以後 昨天晚上似乎是縮回去了 您是有指控說這個林佳龍是為了要爭取這個歌魁的位子 所以才派了兩個中間人來瞧事情 這兩位中間人非常明確地表達 他們是代表林佳龍而來的 那我覺得這一種找人去求見柯文哲 然後事後在惡意操作放話要抹黑柯文哲 這一種風氣真的非常的不可取 想再追問一下所以你覺得林佳龍背叛了游錫坤嗎 他所提出來的方案就很直接嘛 就是他們可以考慮支持三三嘛 那希望我們可以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嘛 那這一種交換的條件我們無法接受 怎麼可能去支持新潮流的蔡其昌 再寫 con被禁止 那接受了一段時間 是有賞完的 就是這一個願寶 制定會讓你們放空 後來的檢視 您放入 Oakland 就可以給你們開始 可抗 不是 過 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